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基督其实也为我们放弃了天上的权利 菲利比书2章6-11节说 意思是说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保罗也放弃了他自己某一些的权利 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边传福音 一边支帐篷为生 那其实旧约当中就有规定 百姓需要去攻击上帝的仆人的需要 就好像立位人 他们的收入来自于其他11个支派 十分级的奉献一样 可是保罗却没有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求要为他的福音施工来奉献 尽管他是有权利这样要求的 那为什么保罗要过得这么辛苦呢 保罗说他没有用过这些权柄 到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遭受到毁谤 比如说有人控告他是假使徒 甚至有人说保罗他是为了赚钱来传福音的 当然我是不知道传福音要怎么样赚钱 但是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人认为 保罗是心术不正在传福音的 所以保罗为了不让传福音的传递受到阻碍 他就坚决不拿哥林多教会的人的奉献 其实保罗会不会收取教会的奉献呢 答案是会的 因为他就收了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因为他知道菲利比教会的人 是真心诚意要支持他的事工 而且菲利比教会的人虽然自己很贫穷 但是还却愿意资助保罗 他们是用非常真诚的心在爱保罗 在支持保罗的 既然如此 保罗为什么要提到 他不拿哥林多教会的人奉献呢 难道要让他们自己感到羞愧 没有好好支持保罗 所以保罗故意的吗 不是的 保罗在这里提出他放弃自己权柄的理由 他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 他在基督里有自由跟权柄 可是呢 为了福音 或者说是为了主的缘故 他刻意的放弃不用这样的权柄 保罗并不是要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他很伟大 为了他们 他放弃了经济的支持 他是要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劝勉 哥林多教会的人 是否也能够去放弃 某些他们宣称自己拥有的自由 以至于他们能够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 好 那保罗是要鼓励他们放弃怎样的自由呢 在昨天第八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不要去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事实上 城市当中的人是有权利去参加 祭拜偶像之后的流水席 而市场上贩卖的肉品 有一些部分也是祭拜偶像之后再拿来卖的 保罗在第八章当中劝勉他们 他们是不是能够为了主的缘故 不要去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这已经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 而是上帝喜悦不喜悦的问题 而且当那些刚性主的人 如果看到他们在庙宇当中吃宴席的时候 他们是很容易被绊倒的 想想看如果今天弟兄姐妹看到 我在庙宇的广场当中吃宴席 不管我有沒有去参加这个敬拜偶像的仪式 大家难道不会觉得 我怎么会跟敬拜偶像的事情 产生关系呢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格林多教会的人觉得 自己有自由跟权利去吃这样的宴席 但是你们可不可以 为了基督福音的缘故 放弃自己的权利 就好像保罗放弃格林多教会的人的奉献一样呢 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 保罗在今天这一章当中 信息的用意 保罗其实不是要夸他自己很伟大 哎呀都不用靠别人 而是要勉励格林多教会的人来效法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也能够效法保罗跟基督 放弃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权利 为了上帝的缘故 为了福音的传递 能够去符合上帝的心意呢 其实耶稣在要求他的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 身上不要带钱囊 又说凡不撇下自己的父母房屋 财产来跟随的 不配当主的门徒 其实耶稣意思也是在说 要放下自己觉得重要的 把耶稣看为最重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地位高过上帝的地位 我们是否能够放下这样子的权利 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主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透过耶稣跟保罗的榜样 让我们看见 基督既然已经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就愿意舍下一切来跟随你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 还有一些我们紧抓着不放的人事物 不是给神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舍弃 因为耶稣你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 阿们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